從有機以來就會來參加這個活動 真的覺得這個活動很好很棒 可以讓我們吃到很多美食 真的很感謝你們來辦這個活動 讓我們能夠有這種特別的體驗 Follow Me 2024花露米養生樂活節 八個野路來辦桌活動 7月14號傍晚 在鹿野鄉公所前廣場登場 花露米活動 那結合了地方的產業 讓地方樂活起來 那是我們鹿野鄉最大的希望 那也要祝全國的好朋友 大家都心想事成 那有機會都到鹿野走一走 體會我們的人情風俗民族文化 我想今天非常榮幸 有這個機會來到鹿野鄉 來跟我們的微順鄉場做學習 希望我們觀山也能步上鹿野的後塵 我們一起來朝向這個眾鼓樂火 大家一起來做發展 大家一起來越變越好做努力 那我們也抱著一個學習的態度 到我們鹿野鄉來多多學習 尤其我們三個都是第一屆的鄉鎮市長 那我們一直抱著一個這個學習的態度 然後來跟鹿野鄉跟觀山鎮互相來學習 現場真的是佈置的燈光美氣氛家 用心款待來自全國各地 兩百位鹿野的客人 在浪漫愉悅的音樂聲當中 賓客們盡情享用一道又一道農村經典美食 花鹿米養生樂活節連續這八年來已經做出一些品牌 所以我們這幾年辦的活動都很受各界的歡迎 所以這個我們鄉長跟這個邊南鄉長 觀山鎮長都是第一任 所以這一次邊南鄉長跟觀山鎮長 特地也來參加考察一下鹿野鄉辦活動的部分 那我們也希望說好的活動大家可以彼此來分享 我們從新竹來到了半個台灣 台東花蓮我以前跑步相當熟 但是很少像這樣子停留 我今天中午我們從榮田走路走了六公里到這邊來 這個氣氛就是說融入在地 認識在地 其實旅遊就是要認識在地 我們就是非常喜歡這個氣氛才特別坐了六個小時的火車過來的 整個我也不太會講 反正我覺得參加之後就每一年都會想要再繼續參加這樣子 如果往後又會有這樣的活動我也會繼續參加這樣子 八個野路來伴桌 將入野鄉內各社區的美味料理一一出菜 滿足客人對於食物色香味的要求 建立起良好口碑與活動品牌 並且為正在進行中的2024花露米養生樂活節 掀起一波的活動高潮 台東所在綜合報導